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剪纸的最终目的都是拥有一个完美的腹肌 然而错误的方法不仅不会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 还会让你走很多弯路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五个动作 来帮助你打造美观的腹肌 不仅非常高效 同时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这两年非常流行一个词 Athetic 美形或者非常美观的 这也是很多人希望达到的一个形体状态 然而希望打造这样的形体 腹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单单练一块腹肌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 针对不同的肌群进行训练 所以今天视频里的这五个动作 能够从各种角度 不同的方式来刺激你整个的腹肌肌群 从而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第一个动作 是咱们非常常见的一个卷腹动作 大家先躺在这儿 然后把脚这样蜷缩起来放在地面 把你的双手放在胸口 吸气 慢慢放进来 记住一定要顶峰保持一秒 吸气 直接注意点是 这个动作是刺激咱们腹肌肌 也是通常咱们所谓的上腹 整个动作过程中 大家千万不要抬你的腰部 不要变成这样 这样的话就会用到你的 quip flexor 也就是宽曲级 一个动作做四十秒 然后咱们休息二十秒 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咱们要做的是腹肌自行车 这个动作所要刺激的是 咱们另一个部分 就是咱们腹外斜肌 通常情况下 我不建议大家做那种很大重量的 那种眉丝扭转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腰变粗 做这种自重的就足够了 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 把你两个手放在头上 然后用你的肘部来勾到你的膝盖 大家看到每次我碰到膝盖的时候 如果大家一开始觉得比较困难 完成不了这个动作的话 可以在你抬起来之后呢 做这种传统的眉丝扭转 然后同样的是每组四十秒 然后休息二十秒 第三个动作呢 是咱们经常被忽略的一个部分 它实际上理论上不属于腹肌的一个部分 而是咱们的前聚集 也就是这个位置大家看 但是呢 它确实组成咱们美观的腹肌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下动的咱们就主要刺激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瑜伽动的就是 猫是挺身 然后现在咱们就是类似于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加上plank 就是平板支撑 首先你需要回旋你的肩胛骨 像这样一样 ok 3 2 然后吐气 大家看到在我收缩肩胛骨的时候 我手臂还是伸直的 但是挺起来的时候呢 首先我吐气 收缩你整个腹肌 还有前聚集 就跟抱大树一个感觉 这样 可能对很多小伙伴来说这个动作前期有点难 大家可以这么做 就是把你膝盖放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只是单纯的收缩你的肩胛骨 然后 觉得比较轻松的话可以这样 跟之前动作一样 每组40秒 然后休息20秒 咱们进行下一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咱们之前刺激了上腹 腹外斜肌 还有前距肌 那现在咱们需要刺激咱们的下腹 下腹的动作呢 通常都需要你用臀部主导发力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剪刀脚 跟第二个动作一样 首先把你的手放在这个位置 稍微心心后清之后呢 把你的腿抬起来 然后 保持均匀的呼吸 大家可以把速度调慢一些 这样的话难度会更大 充分感受那个腹肌的发力和收缩 我这已经开始燃烧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动作比较难的话 上下的移动会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种上下的开始 但是你腿还是要绷直 同样的也是每组40秒20秒休息 然后下一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呢 我希望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 因为这个动作可以刺激到你整体的 咱们刚才说到四个腹肌的部位 这个动作其实跟咱们第三个动作 有点相似的 首先还是要保持一个平板支撑的一个姿势 把你右边的膝盖试图碰到你左边的肘部 像这样一样 同时吐气 记住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转体的动作 这样才会刺激到你的腹外鞋肌 吸气 膝盖往前的时候会再吐气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动作有点难 因为它在转体的时候呢 要求你核心有很好的稳定性 大家可以只做这种往前的 不进行转体 但是它原理都是一样的 呼吸节奏也是一样的 每个动作呢做40秒 然后进行20秒的休息 这样整个动作就完成了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五个动作 这不仅是一套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的动作 同时还是一套男女通用的动作 通常情况下呢我会做三到四组 所以今天的第二组 我邀请我的好朋友弩哥 来跟我一起完成 韩天亮弩哥借我用一下行不行 你确定 OK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今天这套动作第二组就结束了 所以鲁哥你觉得刚才那套动作怎么样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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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炼到了 现在就有伏肌了 真的比较夸张了 但是鲁哥验证了刚才那套动作 女生绝对适应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觉得有些动作比较困难的话 就进行一些简单的版本 我理解的比较好看的腹肌 因为我知道男生的腹肌 6块或者8块 线条比较明显 但女生的话 因为天生体脂很难到达男生那么低 什么样的腹肌你觉得是比较好看的呢 女生来说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穿自行 就是韩国女团普遍的那种腹肌的状态 以前有过没有 以前非常有 OK 照片放在这 那对于我来说呢 练腹肌我会一周练两到三次左右 女生的话你推荐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如果你是就是在家 完全没有其他运动量的情况下 差不多一周也是两三次 但如果是本身有健身习惯 练背什么不是都会用到核心吗 就频率可以稍微降一点点 比如一到两次 而且大家看到这条动作呢 完全不需要器械 你可以在家里啊 或者在任何场地都会进行 所以呢千万不要有借口啊 以上呢就是咱们的腹肌训练 但是大家都知道 要想拥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腹肌呢 大家还需要进行适当的减脂 以及合理的饮食 关于如何减脂 以及到底吃什么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都有提到过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两个视频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呢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腹肌的问题呢 都可以发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在将来的视频里 为大家一一解答 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